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听别人说 然后自己因为没有出过远路 就是一直都待在家乡 所以毕业了就想出去看一看 干了一年以后就回到南宁是吗 对对 那你11年从深圳离开 14年才在南宁入职 这三年当中你做了什么呢 这三年我就是来来回回 都是在老家跟南宁这些来来回回 游历不定 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 对没有固定的工作 就是对自己人生没有什么规划 那时候也比较贪玩 那你后边的这几段经历写的 身体突发状况 身体原因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身体已经恢复重新规划人生 咱就说说突发什么状况 就是我在2015年的年初 那时候就突发这个腰肌劳损 本身腰肌劳损的话 它不是什么大病 对 本身它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就是高中的时候练体育 那时候把腰给伤了 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也不理会 旧伤家这个症状 所以叠加起来就很麻烦 现在的话就是经过五年的调养之后 基本上可以重新回来工作了 可以全身心地来工作了 你怎么看待同事评价你的评语 很神秘 话很少 就是我平常的话就是去到哪里 就是来到公司或者是离开公司 都很少跟同事打招呼 独来独往 对 独来独往 为什么呢 本身不是我喜欢独来独往 而是我感觉认识的人 还有交的朋友 感觉跟他们不是同类 没有相同话语 没啥共同语言 对 感觉聊不到一块去 聊不到一块 对 那这样有点奇怪 因为你之前还做的 都是销售顾问的工作 如果你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独来独往的话 你怎么去跟客户去沟通呢 这个东西我 在做销售的初期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强迫自己去做 本身我天生是内向的人 然后做销售就是 第一个我想要去做销售的话 我只是想改变一下自己 希望自己不要那么内向 然后要怎么跟客户沟通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就是受领导打击血 激励自己然后硬着头皮上了 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硬着头皮上的过程中 掌握了一些技巧 发现了一些技巧 然后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那你掌握哪些技巧呢 我认为要分客户来说 要看客户是哪样类型的 如果说客户是有钱的 你就必须爽快不要啰嗦 少啰嗦说重点 然后有些客户是 就是收入比较低嘛 就是比较call的客户 这个时候你要必须要 比较细心比较耐心地跟他说 想办法就是把最重点的 就是性价比这一块跟他说清楚 那你怎么判断他有钱没钱呢 这个判断的话 主要就是看客户来源 还有一个是跟他见面之后的一些 他的一些举止 假如说看房子 就是带着一家全部 一家四口五口六口 全部都来的那种一般 都是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宽裕的 基本上那样的客户就要 跟他谈一下这个性价比 这些方面 好 你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找工作 现在因为我这个岁数 我觉得找工作似乎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了 我希望就是做一些能比找工作更加想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 你有意向企业吗 因为我今天我刚开始我说过 我是带着策划来的 意向的话 假如说在场的12位企业家 每一个企业都可以进入到这个策划 也可以就是它涉及到各行各业 每个行业都涉及到 所以说比较意向的目前没有 在老板的代理下把这个东西做起来 挣钱了我才考虑我到底要不要收多少钱 倒是 灭